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就在剛剛幾分鐘 爆出微軟的一個更新補定 編號為KB5063878 發布日期是2025年8月12日 受影響的系統版本是Windows 1124H2版本 此問題影響固態硬碟和機械硬碟 部分用戶在更新後出現讀寫速度驟降 系統無響應或藍屏等情況 如果你之前更新過這個補定 就要注意了 以免硬碟壞了 導致數據丟失 微軟官方給出的處理意見是 卸在KB5063878 並暫停後續更新安裝 跟著小編 卸在KB5063878 在卸在過程中 如果報錯 請把Windows殺盒關閉 在系統設置搜索框中 輸入啟用或關閉 找到Windows功能選項 啟動Windows功能 找到殺盤 把前面的勾去掉 點擊確定 重啟系統 打開系統設置 點擊Windows更新 點擊更新歷史進入 點擊卸貸更新 找到KB5063878補兵 點擊卸貸 最後 在Windows更新選項中 找到暫停更新 點擊延長4中 等待微軟新的推送 關注我 我是檯妹小林 一個軟蒙交假的女孩子